18世纪最后一个冬天 日常温顺的气流突然产生诡异的变化 让早就跑得烂熟的大西洋航线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 数不清的轮船迷航 其中就包括一条叫美国英号的帆船 这条船上满载着前往新大陆的欧洲移民 和以往那些破衣烂山的穷人不同 这艘船上的乘客有不少看起来举止高雅一观楚楚 很明显是有身份的人 他们都是法国的旧朝显贵 被刚成为独裁者的拿破仑流放 其中就包括一个名叫皮埃尔都邦的贵族文官 连续民航让本应一个月左右结束的航程 沿着未知方向延长 船上的情绪也从失望转为恐惧 但水和食物渐渐不够了 船员和乘客开始想方设法在冬季的大海里捕鱼 甚至船舱里出没的老鼠也变成美味 原本彬彬有礼的旅伴都露出了獠牙 每个黑夜里都有人为了一点点食物和饮用水丢了性命 都邦不是孤身上路 全家人和全部财产都在这条船上 所有杜邦人全副武装 连女人和孩子的怀里都藏着武器 他们紧紧团结在家主老皮埃尔身边 轮班睡觉 没有一颗放松警惕 皮埃尔杜邦并非法兰西古老的名门望族 他是路易十六提拔的最后一批新贵 在这位波旁王朝末代君主的执政期里 主管商业涉足外交 赚得盆满钵满 靠着出身低威 皮埃尔杜邦在法国大革命的屠杀中逃得幸运 并接受了拿破仑的判决 和全家老小十三口一起登上了 前往刚建国23年的美利坚 对于家族的命运 花甲之年的皮埃尔杜邦很有自信 早在十几年前 他就和美国最有权势的一批人成了密友 1783年 美国通过八年苦战 终于把宗主国英国逼上了谈判桌 双方在巴黎举行谈判 当时正处于职业生涯巅峰的皮埃尔杜邦 直接参与了这次对美国来说 堪称外交里程碑的重要会议 无论是作为出身工商世家的新贵代表 还是法国人的天生立场 皮埃尔杜邦都全力支持美国人 以便让英国人吃饼 因此作为东道主的官员 他在谈判中为美国代表提供了大量帮助 连国父华盛顿都对他赞誉有加 皮埃尔杜邦在那之后 和美国的驻法外交官们结下了交情 这其中就包括托马斯杰斐逊 在杜邦一家仓皇登上逃难船时 杰斐逊已经贵为美国副总统 并且注定会登上美国总统的宝座 法国大革命中无数贵族的土地被没收 珍宝收藏也被洗劫一空 因此贵族们即使侥幸活命也一贫如洗 但杜邦家族却因为底蕴不够逃过这番恶业 他们的主要财产就是现金 因此登上美国英号时 老皮埃尔身上藏着24万金币 杜邦们相信 只要能踏上美国的土地 他们就有办法东山再起 因此和那些因为绝望铤而走险丢掉性命的人不同 杜邦家族以难以想象的顽强和战斗力 在茫茫大洋中守住了一切 最终在1800年元旦 新世纪的第一天成功来到了美国 虽然航程狼狈不堪 但皮埃尔杜邦对美国朋友的期待没有落空 当他到达罗德岛的消息传到华盛顿时 惊动了不少高官 杜邦家族很快就从他们登岸的偏僻港口 迁往原本的目的地纽约 老皮埃尔刚安顿好 就急不可耐地带着两个儿子开始拜码头 他很清楚时间的宝贵 家族想在新大陆扬名立万 不但要靠自己和昔日老友的交情 更要靠他的两个儿子开创新天 长子维克托继承父亲的政治财产 凭借老皮埃尔和美国政要的深厚友谊 再加上货真价实的贵族头衔 他周旋于美国最顶级的豪门之间 成为他们的做上宾 通过这些高端人脉形成的关系网 开办公司 组建银行 为家族企业吸纳人才 筹措资金 更在关系网的保健下 在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里担任要职 为杜邦家族的事业疏通门路 保驾护航 失从法国近代化学之父拉瓦西的小儿子 厄留提尔伊雷内杜邦 则决定了家族事业的方向 他虽然是个技术性人才 但有着非凡的商业头脑 1802年建立了杜邦火药厂 仅仅10年之后就发展成美国最大的火药公司 也就此奠定了杜邦家族 未来200多年的发展方向 在浩如烟海的化学海洋里 选择最危险的东西去抹取暴力 杜邦经营的火药生意 主要供应于军队和矿山 虽然暴力惊人 但也风险极高 经历过王国的杜邦家族政治嗅觉超出常人 他们很清楚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靠山 这门买卖迟早被更强大的地头蛇吞掉 老皮二熟识的开国元勋们逐渐老去 只靠人情无法保证事业的长远 想要在美国扎根 就要有新的功劳傍身 杜邦父子都具有深远的战略眼光 也掌握着那个时代最顶层的信息 他们了解到新大陆的人口每10年增长35% 再加上外来移民 没过多久 作为美国核心领土的大西洋沿岸就会拥挤不堪 现在的美国最急需的就是土地 杜邦父子打量着北美的地图 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西面 那里有一块叫路易斯安娜的土地 几乎和当时的美国同样大 最初的路易斯安娜 北起加拿大 南至墨西哥湾 东连阿巴拉契亚山 西底洛基山 包括整个密西西比和流域 最初是法国的殖民地 号称新法兰西 面积超过300万平方公里 波旁王朝后期无力掌控如此大的地盘 被西班牙和英国瓜分 这也是美国独立战争后在巴黎进行谈判时 法国全力支持美国的原因 英国抢走了法国的地盘 既然自己打不过 那就帮助别人打英国出一口恶气 美国虽然通过战争从英国手中获得独立 但几十年后 也还是一个被欧洲列强殖民地包围的小国 虽然通过武力 已经从这些殖民地手中挖了不少墙角 包括把英国占领的部分路易斯安那收入囊中 但美国却也没底气正式向其他欧洲国家宣战 因此进入19世纪后 美国开始了一种 现在看起来匪夷所思的领土扩张方法 购买 欧陆朱强也乐得用看起来没用的 北美殖民地换些现金 毕竟那个时代的北美 和遍地黄金 钻石的南美非洲比起来 实在是又贫瘠又危险 不算什么值钱的地盘 但这种购买和美国的需求 比起来只算是小打小闹 不能匹配美国新世纪宏伟的西境计划 美国早就看中了 属于西班牙殖民地的新奥尔良 这里不但是适合耕种的肥沃平原 更是密西西比和刘豫的枢纽 法国和西班牙为了这块风水宝地 连续多年大打出手 直到法国波旁王朝进入强弩之末 才被西班牙人占领 美国独立后也对新奥尔良虎视眈眈 虽然不敢直接和西班牙开战 但武力骚扰 经济封锁等小动作不断 企图让西班牙人知难而退 日博西山的西班牙不堪其扰 萌生了卖掉新奥尔良的念头 没想到欧罗巴一声巨响 战争狂魔拿破仑闪亮登场 拿破仑不仅在法国收割了大革命的胜利果实 还在整个欧洲掀起腥风血雨 他第一个钉上的软柿子就是西班牙 西班牙为了在战争中换取喘息时间 不得不和拿破仑签署了圣伊尔德封锁蜜月 把整个西属路易斯安娜拱手相让 新奥尔良就在这一组的版图内 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打着如意算盘的美国人慌了手脚 拿破仑的大明隔着大西洋也是如雷挂 而且因为法国人在独立战争时对美国的援助 让美国人天然就在法国人面前矮半截 之前和西班牙人谈到一半的交易泡汤了 可法国人的谈判还摸不到门 全国都懒得开 完全把美国的外交官当香巴佬耍梦 谈判进行了一年也毫无进展 当时的美国总统已经是皮埃尔杜邦的密友托马斯杰斐逊 实际上对新奥尔良的收购就是老皮埃尔的建议 现在进展不顺 老皮埃尔当仁不让扛起重任 冒着风险秘密前往他刚离开不久的故国 老皮埃尔到达巴黎后 立刻开始了工作 虽然没有官方身份 但他之前手里有钱 名字有信誉 很快便从上流社会的《清歌漫舞》中拼凑出对自己最有利的情报 拿破仑的军队在加勒比海陷入苦战 而他的战争计划急需现今周转 返回美国后 杜邦修正了自己的建议 向杰斐逊提出不再是仅仅购买新奥尔良 而是买下整个路易斯安娜 那是超过2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如果成交 美国领土面积直接增加一倍 杰斐逊惊呆了 他不相信法国会轻而易举地给他这么大的鲜 皮埃尔杜邦冷静沉着地把自己在法国的建文讲给他听 再让杰斐逊把美国探知到的军事情报 和他带来的情报进行综合对比 当杰斐逊了解到拿破仑急需用钱后 他下定了决心 杜邦更是动用所有人脉在大西洋的两端穿针引线 最终美国以每英亩不到4美分的白菜甲 买下了路易斯安娜 这块庞大的领土 即使在今天都相当于美国总面积的五分之一 立下如此大的功劳之后 杜邦家族拿到了他们的报酬 成为美国政府唯一的消失供应商 就此垄断了这个国家的军火生意 老皮埃尔的两个儿子 也相继成为美国政府和金融系统内的高官 作为初代移民的杜邦父子 确定了家族未来发展的基调 那就是一条腿走政治 一条腿走经济 两个只干并行支撑起家族的主干生意 军火 一个国家兴旺发达时离不开武器 一个国家走向灭亡时也离不开武器 任何萧条 动荡和混乱都不会破坏军火生意 由外交官和化学家组成的杜邦家族对此深信不疑 而好战的美利坚和众国是他们最好的舞台 这个国度从建立一世 就没有停止过战争 1810年之后几乎每年都在打仗 美国的每一场大战 都离不开杜邦家族的军火 1812年第二次独立战争时 杜邦家族靠450吨火药的大生意 成为美国的武器之王 南北战争中杜邦是北方军最大的武器供应商 一战中协约国40%的武器由杜邦提供 战场上横飞的血肉 给杜邦家族提供了无尽的养分 到了20世纪40年代 杜邦已经成为富可敌国的庞然大物 这样的战争机器在公众心中的形象 当然是一塌糊涂 特别是在经历过一战 金融危机和大萧条之后 美国和欧洲一度兴起左翼进步思想的热潮 以军火起家 大发战争才的杜邦作为死亡贩子 成为大众舆论里被批判的靶子 很多公众人物在接受采访时都要批评杜邦 就连富兰克林罗斯福谋求总统连任时 都要隔空指着杜邦的鼻子骂几句 用意博取版面和大众好感 一时间杜邦的名字看起来似乎风雨飘摇 但已经雄距美国最顶层100多年的家族 岂是这么容易被打击的 总统的批评算什么 他的儿子小富兰克林罗斯福 正在追求我们家的女儿吗 公众的批评算什么 难道美国就此洗心革面不打仗了吗 不过为了打通新的上层路线和掌握最先进的核武器技术 杜邦家族还是为罗斯福总统一生中最大的豪赌投入了血本 1937年德国开始研发原子弹 这个消息被美国知晓后 罗斯福总统启动了代号为曼哈顿的绝密计划 他赋予这一计划高于一切行动的特别优先权 目标只有一个 尽早研发出科武器化的原子弹 有15万人在数年时间内投入这个庞大工程 其中就包括6万余名杜邦公司的员工 为了满足曼哈顿计划的绝密要求 杜邦家族把工程所需要的6万多名员工 迁移了4000多公里 在各种高压监视和高强度研发制造中拼命干了两年半 终于在1945年制造出两颗可以用于实战的原子弹 这两颗被命名为小男孩和胖子的原子弹 最终投向了富于顽抗的日本 广岛和长崎在一瞬间化为灰烬 24万人死亡 31万人终身忍受核爆的伤痛 超过80万人的家园不复存在 依靠曼哈顿工程 杜邦掌握了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和专利 这些无价之宝把他们推向了无以复加的巅峰 接替罗斯福成为总统的杜鲁门 在杜邦家族面前俯首贴二 杜鲁门时代掌握军事 外交 情报部门的高官 都和杜邦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也是从此开始 美国政府成为军工复合体手中的傀儡 美国乃至欧洲的政治外交军事 都被幕后的军工托巴斯操纵 如果以为杜邦家族200多年的历史里只有贩卖死亡和操纵高官 那也太过片面 200年长盛不衰的另一区动力就是发明创造 杜邦公司的第一个专利是1804年获得的 现在有效专利高达17000项 平均每天就有一项专利获得批准 现代橡胶工业 长途制冷运输 合成纤维制造 现代工程塑料 这些堕住现代人生活的基础制造业都离不开杜邦公司的发明专利 这棵参天巨树早就把自己的根筋牢牢扎根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遮天蔽日的巨大树冠既会带来暗影 也会带来硬凉 即使某一天战争从这个星球消失 杜邦家族大概也不会灭亡 依然会以惊人的活力和出乎意料地创造 影响着世界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